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冰冰系老范诚诚本月初 被选中成为九人男团9%开出道成员 人气一时无良 早前就有传学会Joyon内地hit爆凯真人骚奔跑吧 今日一早去旧自爆已经录影中了 单脱上阵凯诚诚撇甩队友 以一身粉色打扮世人 妈时未来显赴李晨奇奇拍摄 比起同样都系嘉宾开欧阳娜娜及王洛丹 有李晨帝助凯诚诚大合照时就起正中间位 连身为节目固定主持凯李晨 陈鹤同Angela Baby等都系启曲旁边 而录制现场就有大批诚诚凯粉丝现身历称偶像 风头都密话无尽复仇者联盟转战上海 小劳伯道尼求蜘蛛人便败金复仇者联盟 无限之战小劳伯道尼率领马克鲁法洛 汤姆西德斯顿 汤姆霍兰德前往上海宣传 中国观众为之疯狂 更有人前一天就到了上海迪士尼的活动现场外排队 引发不少争议 不过众星见到自己有粉丝簇拥 争相要签名 都心情大好 大伙甚至签名 和红毯旁的影迷合照超过一小时 让其他地区的观众相当羡慕 由于片中出现的超级英雄人数众多 各自前往不同地区造势 中国目前将荡期排在5月 比全球各地在4月下旬上片都晚了一阵子 但因市场广大 巨星们都还是会拜访上海或北京 期待拉近距离 刺激票房 这一次漫威特地派出复仇者联盟 无限之战中最重要的几位英雄前往 阵容比不少国家更坚强 原本还有克里斯汉斯沃 他临时无法分身 特地拍影片道歉 在众英雄中以浩克马克鲁法洛与蜘蛛人汤姆霍兰德最容易脱口而出情节发展 成为两大爆雷王 两人也在记者会上握手自嘲 片中有如蜘蛛人师父的钢铁人小劳伯道尼 先把汤姆霍兰德横得高高 称对方加入是漫威英雄片十年来的最重要时刻之一 但随即消遣他 称他现在已经变质 成为拜金男 爱买名牌鞋 一旁马克鲁法洛加马批判 他的手表和腰带都是 连被两位大哥当了的汤姆霍兰德 只好傻笑面对 显得有点尴尬 台湾观众虽然无缘亲眼目睹漫威英雄本尊风采 却是全球各地最早上映复仇者联盟 无限之战的地区 本月25日起上演 比中国早了一两周 英米更有眼福 27岁高耕彪宣布下月21日现役入伍 评韩剧请回答1988成功上位的27会韩国男星高耕彪 去年起秘密街剧及电影 力冲事业 拍摄了包括韩剧《芝加哥打字机》 《最抢送餐员》 《CROSS》及韩片《七年之夜》 今日油纸高耕彪位有推迟入伍日期 将于5月21日以现役陆军身份入伍 其事务所承认消息 表示入伍当日违免影响他人 不会有任何公开仪式 会安静地进入训练所 并表示高耕彪将以更帅气的男人 更成熟的演员归来 望大众为他多多打气 高耕彪一都透过事务所发表入伍感受 表示作为韩国的男人 会诚实坚强地完成国防义务归来 虽说是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的时间 会在那段时间 努力作为普通人的高耕彪 即作为演员的高耕彪变得更成熟 即成长后再回来 钢铁人 蜘蛛人上海宣传靠边站 陈奕迅遭炮空漫威大作复仇者联盟3上映 日前包括主角小劳伯道尼 汤姆希德斯顿以及汤姆霍兰德等人 接前往上海宣传 但却有众多大陆的漫威迷质疑 一开始动线不佳 让他们苦等多时也未能亲毒偶像一面 甚至还找来众多华人歌手 拍照时还让陈奕迅 张杰站在中间主位 一时之间还让心疼妮妮 只晓劳伯道尼在大陆的你 称 漫威 歌手C位等字句登上微博热搜 记者会预备拍照时 主持人用英文向众多外国演员问好 还说出Would you mind step aside? 请你们站在这一边 被网友认为相当没有礼貌 而在上海的漫威庆典结束之后 小劳伯道尼在IG上贴出照片 众多大陆网友用英文向他致歉 希望不会给他留下不好的印象 昨日活动结束之后陈奕迅 则在自己的微博摆上于小劳伯道尼的握手合照 并向好友郭伟亮和小劳伯道尼撞脸 外号是香港钢铁人 道歉 因为来不及将他介绍给小劳伯道尼 但已有将他的音乐分享给众人 而该篇文章似乎已删除不复存在 27岁高耕彪宣布下月21日现役入伍评韩剧 请回答1988成功上位的27会韩国男星高耕彪 去年起秘密街剧及电影《力冲事业》 拍摄了包括韩剧《芝加哥打字机》 《最抢送餐员》 《cross》及《行片七年之夜》 今日邮指高耕彪位有推迟入伍日期 将于5月21日以现役陆军身份入伍 其事务所承认消息 表示入伍当日违免影响他人 不会有任何公开仪式 会安静地进入训练所 并表示高耕彪将以更帅气的男人 更成熟的演员归来 望大众为他多多打气 高耕彪一都透过事务所发表入伍感受 表示作为韩国的男人 会诚实坚强地完成国防义务归来 虽说是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的时间 会在那段时间 努力作为普通人的高耕彪 及作为演员的高耕彪变得更成熟 及成长后再回来 钢铁人 蜘蛛人上海宣传靠边站 陈毅迅遭炮空漫威大作复仇者联盟3上映 日前包括主角小劳伯道尼 汤姆希德斯顿 以及汤姆霍兰德等人接前往上海宣传 但却有众多大陆的漫威迷质疑 一开始动线不佳 让他们苦等多时也未能亲毒偶像一面 甚至还找来众多华人歌手 拍照时还让陈毅迅 张杰站在中间主位 一时之间还让心疼妮妮 直晓劳伯道尼在大陆的你 称 漫威 歌手C位等字句登上微博热搜 记者会预备拍照时 主持人用英文向众多外国演员问好 还说出 Would you mind step aside? 请你们站在这一边 被网友认为相当没有礼貌 而在上海的漫威庆典结束之后 小劳伯道尼在IG上贴出照片 众多大陆网友用英文向他致歉 希望不会给他留下不好的印象 昨日活动结束之后陈毅迅 则在自己的微博摆上与小劳伯道尼的握手合照 并向好友郭伟亮和小劳伯道尼撞脸 外号是香港钢铁人 道歉 因为来不及将他介绍给小劳伯道尼 但已有将他的音乐分享给众人 而该篇文章似乎已删除不复存在 既然有关他们的一位示范 中文章伯道尼的报道尼 一位示范 就如同一个语言 改变一次 永久已有吟